早上一大早起来就往医院跑了一趟 把B超做了一下 因为昨天预约的是今天一大早8点多的一个腹部彩超 我刚拿到这个报告单的时候 他们写的肝多发囊肿 我就以为是长东西了 吓得我赶紧去刮一个号 然后问一下医生就是怎么回事 然后他跟我说 这东西就好像就是人身上长了个痣一样的 对身体的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如果大了的话 它肯定不好看 对不对 所以如果长大的话 还得做手术把它割掉 然后我这个东西也没有特别大 就一点点 他就让我不用担心 就是说正常的 这样吓得我都有点发抖了 还有一个脂肪肝趋向 脂肪肝趋向 我在年前的时候我们是查了一下 就是写的是脂肪肝对不对 现在脂肪肝趋向的话 那就是变好了 医生让我多锻炼一下身体 把多余的那层油脂给它 练结实的 这个脂肪感就没有了 还是缺乏断练了 我跟你讲 哎呀 今天是查了个五脏六负 查的呢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一切好像都是挺正常的 等到明天呢 还要再去查一下肠胃镜 肠胃镜 肠胃镜 大白去体检一下 我觉得可以 因为下午的话 我们 大白应该也给他去抽管血啊 然后照照镜子啊 看看有没有什么脂肪肝啊 大白那么肥 大白你肯定有脂肪肝 我跟你讲 不知道狗狗一般查什么 是啊 待会儿去问一下医生 看有没有查 或者是 网上查一下 看狗狗提前要查哪些东西 毕竟是五岁的狗了 回来还没有吃早饭呢 在路上买了两个包子 还有昨天啊 肉肉阿婷啊 给我们带的一些零食啊 是的 好多吃 早点啊 这个是贵州的鸭子 鸭子早上就不吃了吧 不吃了 这个是黄疤 我们在贵州也吃过的 那边的特色 黄疤 还有蛋糕 芝士蛋糕 芝士蛋糕 这个放冰箱 放几栋里面 放冷藏嘛 放冷藏嘛 这个早上也不吃这个 不吃冷的 太凉了 那晚晚下午茶 下午茶 反正今天早上把那个青团子 还有这个糕点给它吃了 热热吃了 他 就这样放在锅里加热吧 全部放一起 等下会不会粘住 不知道 这时候你会想到 有一个微波炉该有多好 是 盯一下就好了 对 所以说车上微波炉还得必要的 对 你说这些东西冷了 菜冷了 还有这种买的东西冷了 对吧 直接加热一下就行了 都方便 不用开火 这些东西 我都出锅了 我就说粘住了吧 这怎么吃啊 拿筷子吃吧 拿一支筷子出来嘛 拿筷子来粘着吃吧 我觉得 上面那个青团子太粘了 哎呀 拿不住了 青团子应该用个叶子 包一包的 嗯 完了完了完了 穿了吗 还行 用筷子来给吃吃是吧 嗯 来 先吃一点嘛 吃一点 我们就去吃东饭去哈 你吃吧 哎呀 摆着那个勾勾的 我天哪 这个失误了 这个粘粘的 还得有个微波炉啊 放在那个盆里面去打一下 比较好啊 哇这里面有肉松的 那我问你的最爱吗 青团子肉松 哦 我记得青团子一般放的那个豆沙 什么的 嗯 哇 还有蛋黄哦 还有这个蛋黄 我应该少吃点这个东西的 因为明天要检查 那你那你吃皮吧 不要吃蛋黄 嗯 牛奶口 这个还可以的 还可以哦 我少吃点这个 因为 连连糊糊的不好消化 一个是蛋黄肉松的 还有一个是豆沙的 豆沙麦也喜欢 我以前吃的是豆沙的 对吧 我这个好食材的那么多 嗯 整个蛋黄 好吃不 还可以哦 它甜不是特别腻哦 对 青团子 青团子其实还是蛮好吃的 我记得青团子好像是什么时候 比较多啊 清明的时候 哎呀 你看这狗子 你要吃啊 这你不能吃啊 你狗粮都吃过了 别在这边 别在这边装可怜啊 给曼玉买的这个大镜子 终于派上用场了 曼玉这个头皮上 转东西啊 对吧 得用那个药水抹一抹 这个大镜子是不是挺好的 还能放大 是吧 还有放大的 终于找到它的用处了 其实你这个就是抹两次的话 估计就好了 昨天晚上抹了一下要好一点 他还给了两瓶 这药给的太多了 吃了 嗯 吃了我都不怎么想吃了 我就抹一下好了 不行的 那个吃也要吃的 是要三分毒 那也要吃几个吗 不要吃了 其实像我们出门在外啊 最怕的呢 就是身体有问题啊 身体有问题的话 就会对吧 就是你旅行啊 那也是没有那么畅快了 所以呢 我们就趁着现在有时间嘛 就是把身体检查好了 然后其他东西那也准备好了 为下一次旅行做准备嘛 对吧 我是不是也得去检查一下 你也可以检查一下 我不想做那个核酸 核酸很简单的 就拿那个小棉签 就小棉签往你嘴巴里 往那个嘴巴上额嘛 对不对 刮一刮就行了 几秒钟 哎呀 我感觉我这个真的好一些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昨天睡得早一点 我跟睡眠也很重要 对 反正就是精神啊 睡眠啊 休息啊 很重要的 大家排出来走走啊 给他也放松放松 我是发现了 在这个市里面啊 他这个太阳啊 基本上都出不来的 不像我们在营地 在营地的话 就是上午的话有点阴天 过了时间以后啊 就是大太阳 啊 这里面天气还是不一样的 这河边的荷花也都被铲掉的 挖莲藕啊 莲藕应该 来这边养的应该就是观赏的吧 应该不是挖藕的那种吧 有籽吗 这里 再来去找找棉藕 这有棉棚 有棉棚 没有棉藕 要是荷花开的季节 应该挺漂亮的 对啊 所以说这边还是弄得挺漂亮的 过了季节还要把它弄掉啊 应该要重新种的 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你看呢 一看到没你 你就要抢绳子 你什么意思啊 不要我拉 他有自己想法呢 什么意思啊 被人家牵着 被牵着有点丢人是不是 要有点自主的意思啊 哦 不要我拉你啊 你打你了啊 你看他 要自己去玩了 你过来 你过来 你给我耍来 我跟你讲 你给我耍来 你给我耍来 大白这家伙真的是 打你了 我跟你讲 打你了 你个大坏蛋 我跟你讲 扎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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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走远一点 我不认识你 走了 不用你了 不认识你 大白的家伙真的是 见了那个啥 见了路边的美女 他就要去撩人家 天呐 大白这里 这里有好多小鸟啊 大白就一直在追 小鸟要偷他玩 你看傻狗啊 你看 你看天上的小鸟啊 飞在枝头上 这小鸟故意逗他 等下会被拉死 大白 大白气在这边吃草了 每次玩完 都看大白扭屁股啊 扭屁股就慢慢又扭回去了 把累了 出来的时候是跑的 等到对吧 回去的时候就这样慢慢走 慢慢的扭屁股 好吧 回去就歇着吧 大白扭屁股 差好玩 好搞笑 哈哈哈哈 我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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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